最近我们注意到不少的客人都对购买生意比较感兴趣 不过大家呢对于购买生意的贷款要求 也许并没有对普通的房屋贷款那么熟悉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来给大家说一说 购买生意想贷款都有哪些方法 还有呢从贷款的角度 在挑选生意的时候有哪些方面是需要额外注意的 购买生意的贷款融资呢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是如果您已经拥有了其他非商业的房产 并且呢还有再贷款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top up能力 那么您呢可以使用自己现有的房产 去top up出来这个资金来进行生意的购买 这个方式呢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 因为您可以拿到比商业贷款利率 要更加低廉的房屋贷款利率 使得您在购买生意的时候呢 整体花销也大大降低 如果您没有其他的物业呢 或者是无法从您现在有的房产中再增加贷款 那么有少数的贷款机构呢 也是可以直接针对您要购买的生意 进行单独的贷款评估的 如果是使用这样的贷款途径呢 那在对生意的选择上 以下几点一定要有重点的关注 第一呢是生意的价值和贷款比例 是否有可能让您败到需要的额度 因为生意贷款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抵押贷款 对于贷款机构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一般理想的情况下呢 贷款比例只是生意价值的50%左右 所以您至少需要有剩下50%的现金 才可能有足够的购买资金 除此之外呢 贷款机构对生意的价值的评估呢 也并非是实际的买价 这个价值呢 是通过生意过去两年的财报的盈利情况 推算出来的 所以财报里的数据呢 也非常的重要 除了生意的价值之外呢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呢 就是这个生意现在经营场所 它租约的长短 如果所存的租约太短 那么在您购买过来以后呢 实际的开销有可能在租约续约的时候 有大幅的上涨 从而也会影响贷款的审批 最后呢 这个生意的地理位置 所属行业 过往经营历史 您自己的行业经验 以及购买后生意经营的模式 管理是否会产生变化 等方面的问题呢 都会对最终的贷款审批产生影响 购买生意贷款呢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如果您正在考虑购买胜利 或者是已经开上了适合的生意 希望了解贷款方面的详细信息的话 欢迎电话或者邮件和我们联系 取得相关的建议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